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讲柱形图的设计方法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案例的作品 全部都是通过柱形图演变过来的 那相信这种图表大家在一些网页或是包刊杂志当中都能看到 那这种图表究竟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呢? 这节课我就来为大家揭晓一下制作的方法 简单两步你就能学会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三峰柱形图 那这个三峰柱形图它是可以编辑的 可以修改数据 那在制作这个三峰柱形图之前 我们得先准备两样素材 一个是柱形图 一个是三峰的形状 那柱形图的添加方法 就是通过选择已有的数据 然后在菜单的当中选择插入柱状柱形图 那这样我们的柱形图就有了 那另一个三峰的素材 我们怎么进行一个获取呢? 那获取的方法也有两种 第一种方法适合绘画鬼材 你可以直接在菜单栏当中选择插入 形状 曲线工具 你要在屏幕上定几个关键点 来描绘出三峰形状的大致样子 再通过编辑定点来去进行一个修改 那不过这个方法还是需要对曲线工具 掌握比较熟悉的朋友来使用 如果你不熟悉 很可能就会绘画成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直接用我提供的三峰形状素材 那这个素材是我从网上下载下来的 可以很方便的修改形状的大小以及颜色 那在需要用到的时候 可以拷贝到自己的一项文档上去使用 那下面我来讲一下具体的用法 我们把鼠标放在准备好的三峰形状上面 然后在键盘上按Ctrl加C 就是快速复制的快捷键 然后再把我们的鼠标移动到柱形图上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全部柱形图都是被选中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点一下 就只有当前的柱形是被选中的 我们按Ctrl加V 那么三峰就粘贴到我们的柱形里面了 接着第二个颜色比较深的三峰 我们也是同样的操作 Ctrl加C进行一个复制 Ctrl加V进行一个粘贴 然后组个粘贴进去 那现在我们的三峰图就全部粘贴进去了 但这个时候如果三峰图变形比较厉害 我们可以通过鼠标右键设置数据系列格式 在系列选项当中来通过调整间隙的宽度 来调整它的一个横向宽度 而这个系列重叠则是设置柱形图重叠的程度 我们要制作三峰重叠的效果 则是要通过这里来进行一个设置 但现在我们滑动这里的滑块 就会发现柱形图并没有产生一个重叠的效果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系列重叠 它是对系列来进行一个调整的 而目前我们就只有一个系列 那只有一个系列的状态下 就无法进行一个重叠 所以我们在进行三峰图制作的时候 就应该点击图表工具下的一个切换行列 把当系列的柱形图变成多系列的柱形图 那之后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做法 把三峰素材逐个进行一个链贴进去 调整一下间隙的宽度和系列重叠的一个程度 系列重叠程度越靠近正的100% 那么重叠的部分就越多 因为靠近负的100% 那么系列之间的分散就越远 那最后我们再把图表上无关的要素 比如说网格图例接删掉 然后再添加上数据标签 那这样我们的三峰图就制作好了 那除了添加这种三峰图之外 我们也可以利用形状里面的三角形 做成这样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柱形图 那只要你懂得了复制粘贴 那么你就可以举一反三填充各种你喜欢的图案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就是增广图的制作 那什么是增广图呢 它就是大家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样子 将两个系列的柱形图100%重叠 做成类似增广的样式 那通常是用来表示 实际相比目标的一个达成进度 表现的手法可以说是非常生动形象了 那么一起来看看具体怎么去进行一个制作 那首先我们还是得有两个系列的柱形图 其中一个系列作为一个辅助列 那之后我们将实际数值的系列的边框 设置成与底色相同的颜色 比如说图表底色为白色 我们就将边框设置成一个白色 并且将宽度设置到6到8半 那这样白色的边框在视觉上 就形成了一个有段的一个间距 柱形图的颜色 我们可以选择为一个橙色 我们要将填充设置成无填充 边框设置成一个实线 那这里我们可以为边框设置成一个灰色 之后再适当增加一下新条的一个出息 之后我们双击数据系列 将系列重叠设置成100% 那这里我们必须要设置成100% 因为只有100%才能完全重叠在一起 然后我们将分裂间距设为一个合适的数值 那这个具体你可以根据你想要的效果来进行一个设置 可以灵活多变一点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发现目标系列的边框 被前面的实际系列遮盖掉了 那么可以在图表工具 设计标签下 点击选择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图立像这里有两个箭头 一个是向下 一个是向上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调整 柱形图的一个图层位置 我们点击一下向下的箭头 那这样我们的增管图就显示正常了 那比起系统自带的柱形图 那这样的柱形图是不是很酷呢 那OK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人形图 那这样的人形图其实是用Ctrl加C加Ctrl加V 与增管图实现的一个完美组合 通过人形图 我们可以形象地表达出人口相关的一个数据 那制作的前提一样是需要你要准备好 两个系列的柱形图 以及两个颜色不同的人形图 那样形图我们从哪里去进行一个获取呢 那如果你是Off365或者是Off2019的版本 那么再插入这里就有一个图标的功能 里面就有人形图的一个图案 那这个功能其他版本是没有的 那如果你是其他软件的版本的 可以把这个课件下来下来 然后把课件当中的人形素材 复制到你的颜色文档当中来进行一个练习 那制作的方法 先把其中的一个人形图填充成一个浅灰色 另一个人形图填充为一个蓝色 然后依然按键盘上的一个Ctrl加C和Ctrl加V 来进行一个复制链贴到我们的柱形图里面 之后我们选中人形图 然后锁标右键 设置数据系列格式 选择填充 那在填充的下面 这里就有三种填充的方式 分别是伸展 乘叠 乘叠并缩放 那这里我们就选择一个乘叠并缩放 然后我们再点击系列选项 将系列重叠 调为100% 那这样两个人形图才能完全的重叠在一起 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了 图层的位置错了 应该是灰色的在下面 蓝色的在上面 所以我们就应该在图表工具这里 选择设计 选择数据 然后点击向下的镜头 来调整好图层的位置 那最后如果我们觉得人物变形比较厉害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系列选项下面的间隙宽度 来进行一个调整 向左条就是变胖 向右条就是变瘦 那这个数值要根据你图表的样式 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调整 那最后我们删掉无关的要素 网格线 图例 添加数据标签 剩掉100%的那个 留下实际值的那个数据 那之后如果我们要更改数据 那么图表填送的部分 也要做出相应的变化 那看完了人形图 我们再来看一下星星图 其实星星图的制作原理和方法 与三封图类似 在制作星星图之前 我们一样需要准备好两样的素材 一个是图表 那这里如果不需要制作成系列重叠的效果 那么就不需要调为多系列的一个图表 那另外一个就是星星的图标 星星图标有两种获取的方式 第一种是最简单的 就是在形状这里 就一个星星的形状 我们在键盘上按住shift键 再进行一个拖动 就能绘制一个星星的形状出来 那按住shift键的作用 就是保证 形状不会发生变形 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iconphone这个网站 我们搜索关键词星星 里面就有很多星星的图标 我们选择喜欢的 贴好颜色 然后下载片区格式的图片 再插入到我们的影像表格里面即可 那制作方法如下 首先我们选择复制这个星星的图案 粘贴到我们的柱形图里面 之后在填装方式这里 选择乘叠 那这样我们的星星图就制作好了 之后去掉图表的轮廓 若画网格线或去掉 再添加上一个数据标签 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种柱形图怎么去进行一个制作 那这种柱形图经常会出现在一些 大型的发布会 或是一些网页的图表设计当中 那制作方法也很简单 首先我们需要绘制两个圆角矩形 这里的圆角矩形我们要绘制的比较细一点的 然后再填充一个陈设 再按住Ctrl加Shift键 拖动上面的圆角矩形下来 可以实现快速的复制粘贴 我们再把这个圆角矩形设置成无填充 无轮廓 之后再将这两个圆角矩形进行一个组合 然后复制粘贴到我们的图表里面 那填充的方式在这里我们就要选择一个 层叠 那这样具有科技感的一个图表就制作好了 但通常如果要表现科技感 我们可以把背景设成一个深色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吸取 安理当中的一个背景的颜色 那么通过取色器就能看到这里的RGB值为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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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把这个数值填充到我们的颜色里面 之后我们就画掉网格线 换一个三微点的字体 那就制作好了 最后的一个案例是一个圆角柱形图 那制作的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需要绘制一个圆角矩形和一个柱形图 圆角矩形我们要去掉形状的轮廓 填充一个颜色 然后我们把圆角矩形直接附到里面就可以了 就再根据一个实际的情况 调整一下系列间隙 如果图表还是变形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更改一下 圆角矩形的高度 再进行一个连天 以达到优化的效果 待选的时候 注意不要一次性选择全部 而是要逐个来进行个修改 我们选中柱形图之后 再点击一下鼠标 就能只单独修改其中的一个 那以上就是本节课跟大家介绍的 柱形图的设计方法 待在课后可以练习一下 巩固一下学习的效果 那么下节课 好 好 感谢观看